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日本動畫電影《灌籃高手》 相信許多觀眾對於《灌籃高手》這個IP並不陌生 甚至應該也有人和我一樣,是因為這部漫畫開始迷上籃球 當年還在連載時,每次看完《最新回》的更新 就會忍不住拉著我哥,到家後院的籃球場上單挑 跟澤北一樣不打到天黑是不肯停手的 因此當《灌籃高手》要推出電影版時,我就萬分期待 而在看完視片之後,也的確感受到原著作者 同時也是電影版的導演錦上熊彥的誠意與情懷 滿足了我這位老粉絲! 《灌籃高手》是錦上熊彥從1990到1996年的作品 故事敘述一位名叫做櫻木花道的15歲少年 雖然擁有極佳的天分,但從來沒有打過籃球 卻因為暗戀籃球隊長的妹妹而加入湘北高中籃球隊的故事 這部作品憑藉著熱血的劇情,時不時穿插的爆笑橋段 寫實的比賽過程,以及無數讓人印象極為深刻的角色 成為了史上最成功的漫畫作品之一 截至2013年,總發行量已經超過1億2000萬本 而雖然這部作品也曾經動畫畫過 但當時因為動畫進度已經追上了漫畫 在不知道結局的情況之下 只好在101話時終止製作 停留在湘北出發前往參加全國大賽的那一刻 這次的電影版則是敘述了原作故事中的最終一戰 也就是湘北高中與湘王工業的對決 這次電影版的製作水準很高 不只動作場面十分流暢 也幾乎保留了原作中所有的關鍵分鏡 讓整部電影看起來就像是一場一氣呵成的籃球比賽 另外,景上熊彥這次想要給粉絲一些不一樣的體驗 電影版特別挑選了後衛工程良田當男主角 除了替他增添了完整的背景故事 更幫他安排了出乎意料的結局 相信對工程粉來說一定會很滿意 可是畢竟這部電影的時間有限 如果增加了新的橋段 難免就會有原先的場景或是對話遭到刪除 而如果拿來和原作對比的話 就會覺得好像少了漫畫裡的那種情感堆疊 舉例來說,比賽一開始 工程和櫻木的那次Alley Oop空中接力灌籃 電影裡雖然保留了兩人便秘臉的暗號橋段 灌籃的過程也很熱血順暢 可是卻沒有交代他們賽前商量好要用突襲的方式給湘王下馬威 也沒有事後兩人化身Q版人物擊掌慶祝的鬥趣畫面 再加上或許是成本考量 電影裡也少了很多在旁觀戰的其他角色 例如湘北的勁敵海南的隊員們 在漫畫裡就時不時地點評 都讓電影版在交代劇情上稍顯吃虧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盤點這次電影版刪減掉的十大關鍵場景 相信當你重溫完之後再去看電影,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的南下搜尋 《那些電影教舞》的是聽我們聊更多的《萬藍高手》 首先要介紹的 相信是所有看過漫畫的觀眾都會發現的 那就是上半場山王公豔的關鍵角色何田美濟男的消失了 何田美濟男是山王的當家中鋒何田雅史的親弟弟 雖然才一年級15歲 就已經擁有210公分的身高以及130公斤體重的驚人身材 即使比賽經驗不足 他光是靠著身材的優勢 就讓櫻木以及湘北吃盡苦頭 而在漫畫裡美濟男的出場除了增添了不少的戲劇效果之外 最主要的功用還是激勵男主角櫻木 讓他更懂得善用自己的力量與速度 在比賽中快速地成長 雖然何田到了比賽尾聲時還是有短暫出場 但是沒看到他跟櫻木交手的精彩戲份還是覺得有點可惜 在原作裡,山王工業籃球隊作為主角們的對手 日然而然地成為了讀者眼中的反派 在電影裡他們也的確非常稱職 用強大的實力屢屢將湘北避到懸崖邊上 但是在漫畫裡,其實景象雄彥十分用心地幫山王的球員們安排了很多的細節 無論是彼此之間的談話或是某些角色的回顧 都替他們增添了深度與人性 而不只是主角想要打敗的魔王 例如在上半場防守三井獸的一隻蒼蔥 在漫畫裡就有回顧他曾經忍住盲昌岩繼續考試 在凸顯他驚人的耐力的同時 對比並且襯托出了在比賽中同樣是靠著意志力苦撐的三井 或是上半場澤北一開始抱著一貫懶散的比賽心態遭到隊友責罵 甚至說出了被幹掉的王牌還是不要在球場上比較好的話 除了是在為後續買伏筆之外 也讓我們看見了山王這支球隊的內部狀況 第三個關鍵的刪減場景 是山王的王牌澤北融智的心路歷程 在電影版裡我們只看到 澤北靠著極為出色的單打能力 在球場上屢次撕破山北的防守以及劉山峰的信心 幾乎是魚舉魚球 但是在漫畫裡不只完整交代了 澤北為什麼這麼強 也替他和劉山峰之間的對決賦予了更深厚的意義 另外和這段往事一起被刪減的是澤北的父親澤氏 在漫畫中透過了他的回顧以及澤北和劉川的對話得知 澤北因為在日本沒有對手,打算去美國留學 而這除了試用來對比,有同樣野心的劉川之外 更是提後來,劉川在一對一被澤北徹底打敗之後 改變打靶買下了伏筆 在櫻木和劉山加入以及三井和宮城回歸之前 湘北籃球隊基本上是靠著兩位大學長赤木剛線以及木木公妍在苦撐 但無論赤木本人的球技有多強,還是難以帶領球隊突破困境 而即使湘北一路殺盡了全國大賽 可是無論是赤木本人還是其他所有的隊友 都還是無格厚非地將赤木視為全隊的支柱 而這造成了當他在一對一對決時 輸給了山王的當家中鋒何田牙屎時 引發了他個人乃至於全隊的危機 在電影裡雖然有呈現出何田多次讓赤木吃憋的場景 但卻少了漫畫中交代赤木當時新進的關鍵場景 例如我個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第245話中 何田將赤木放於鼓掌之上的意象 象徵著赤木在自己內心中將對手無限放大的心魔 延續上一個話題,赤木在全國大賽之前 在湘北所在的神奈川縣可以說是第一名中鋒 就算球隊戰績不好,他個人的數據和實力卻是有目共睹 敗在他個人手下的名將也多不身屬 其中也包括了這次電影版被刪掉的林南高中隊長余柱淳 在漫畫裡余柱是個體型比赤木還要高大 天憤和平價卻始終不如赤木的中鋒 他和赤木的餘量情節也是漫畫中的一大亮點 在漫畫裡他大老遠跑來看赤木的比賽 卻發現他陷入了自己若輸球隊這會輸的錯誤迷思 再也看不下去的魚柱拿出了自己的廚師家當 衝到場上,用蘿蔔以及筆木魚的屁育來讓赤木知道 湘北除了他還有其他的主角 因此就算赤木輸了,湘北還是不會輸 第六個關鍵的刪減場景,是有關於神射手三井獸的過去 雖然在電影裡為了襯托工程 除了有演出他們兩個打架的橋段 甚至還安排了他們早在工程剛搬到神奈川時就曾有過一面之圓 但卻刪掉了三井剛嫁入湘北時和赤木練球的橋段 在電影裡,三井因為體力不支而開始出現混亂狀態 但他憑藉著意志力、絕佳的手感以及隊友赤木的掩護 還是屢屢投進三分球 在漫畫中透過回顧我們得知 他和赤木在一年級時原來互看不順眼 後來又經歷了三井受傷,使得湘北等了整整兩年 才看到這兩位當時的超級新人聯手 前面我們提到山王的王牌澤北榮智 靠著極強的單打能力,在比賽中不只將湘北打得無法還手 甚至還一度將被視為是超級新人的劉川楓逼到絕路 在電影裡我們雖然有看到劉川後來發現了 關鍵點在於放棄單打改為傳球,才逆轉了頹式 但漫畫版卻鉅細米夷地交代了他完整的心境轉折 自視極高的劉川楓,在神奈川雖然被視為是明日之星 也打算很快就要去美國留學 但在許多人的心中,他卻不如林南高中的王牌仙道章 在漫畫裡除了有畫出他在全國大賽前刻意去找了仙道單挑 被點出自己球技中的弱點之外 更強調了他的比賽中是如何融會貫通了傳球的真諦 讓自己終於突破極限,幫助球隊取得勝利 延續上一個話題,劉川所領悟到的傳球的真諦 除了能夠預防自己被單打能力極強的澤北給手死之外 也使得澤北在防守時多了一層顧慮而慢了一步 終於讓劉川得以成功切入 但是電影版卻在這裡刪掉了一個關鍵的場景 那就是,劉川在切入時被誤以為會傳球給他的櫻木擋住了去路 硬生生失去了一個大好機會 這個場景之所以關鍵 除了他描繪了劉川的布局、高明道連隊友櫻木都被騙過之外 後續櫻木硬是吞下了恥辱 並且伺機造成澤北的進攻犯規,讓他跟劉川扯平 同時替最後櫻木接到劉川的傳球 並且在右邊45度角投進關鍵制勝球埋下了極為重要的伏筆 我們開頭提到《怪狼高手》裡有超多極具深度與魅力的角色 其中當然少不了第一男主角櫻木花道了 但是這次電影版因為錦上熊彥挑選了與自己心路歷程 各位接近的宮城良田當男主角 難免就擠壓到了櫻木的戲份 而我們覺得其中最可惜的 就是對於櫻木在舊球受傷之後的心境轉折被大幅濃縮 除了削弱了漫畫裡那種壯士斷丸的震撼 更把他趁亂向秦子告白的經典�木給刪了 讓我們替櫻木感到不值 此外漫畫中也特別畫出了劉川和櫻木曾經單挑的場景 並說當時櫻木逼了他不得不全力以赴 另外劉川在比賽中察覺到櫻木因為被傷而集中力降低 後來還為了讓櫻木能上場擁有最光榮的時刻而刻意犯規 嘴巴上卻不肯饒人等橋段 都讓人感受到他們兩人之間那股不可言喻的革命情感 最後一個關鍵的刪減場景老實說也不能算是真的刪除 那就是,劉川在最後幾秒發現無法順利出手 眼角瞄到站在右邊45度角的櫻木 說出那句經典台詞,左手只是輔助 接到傳球之後投出制勝關鍵球的過程了 在電影裡雖然這一幕在畫面上完美復刻了原作 但不知為何櫻木只有嘴巴動了動並沒有說出這句話 相信讓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老粉絲感到有點訝異 而且你知道嗎?我在做功課的時候發現 原來這句話的正式翻譯從頭到尾都不是左手只是輔助 而是左手只是支撐 後來的版本甚至改成了左手只要扶著手就好,是不是讓你很意外呢? 此外電影版也省略了安息教練看著櫻木和流川在比賽中快速成長 展露出超越他當年愛徒古澤龍二的卓越才能時的那種感動與欣慰 也是我個人覺得蠻可惜的一部分 請教我的事